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当我们面对挑战危难 神如何在我们身边兴起帮助者呢? 我们一起思想,历代至上帝12章 提到了大卫在逃难时,在作王时 在他身边各支派的勇士 大卫面对极多的艰难挑战的时刻 但上帝都兴起帮助者在他身边 首先我们看到大卫害怕扫罗王 因此躲在喜格拉的时候 看起来是国家的通气犯 但上帝却兴起扫罗的弟兄 基比亚人、基多人起来帮助大卫 何等奇妙,扫罗要追杀大卫 扫罗的弟兄却起来帮助大卫 迦德之派在大卫在旷野、山寨 躲避的时候,他们来投奔大卫 而他们每一个都是勇士 他们脸像狮子一样跑如鹿一般快 至小敌百人至大敌千人 过约旦河的时候,让人东奔西逃 让人恐惧,他们是勇敢的战士 接下我们看到 彭亚民人有大人 他们来帮助大卫 而因为彭亚民人是扫罗的弟兄 于是大卫问 你们是来和平帮助我呢? 而如果你们出卖我 愿神查看责罚 大卫把他的平安交给上帝 而为什么这些人要来投靠大卫呢? 他们说因为神帮助你 立你作王,我们也要来帮助你 愿你平安 看到这些勇士投靠大卫 很重要是因为上帝的旨意 他们明白神的心 就勇敢地回应 马来西之派在大卫要出战 去跟着菲利斯去打同胞的时候 菲利斯领袖反对 躲开了这样子的危机 而那个时候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 以至于成为大军 好像神的军队一般 神的工作一定会有神的功益 接下来我们看到在大卫做王 预备打仗的兵到西伯伦 立大卫做王 他们一心立王 有犹大 有西免 并亚敏 以法连 马来西 以撒加 西伯伦等等 各个支派 特别到了立位 祭司的首领 耶和耶大 以及少年的勇士 萨都 起来帮助大卫 这些勇士他们通达十五 知道现在所当行的 并且顺服天命 航无整齐 不胜恶行 是训练有素的军队 起来投靠大卫 而他们与大卫吃喝三日 非常的喜乐 我们看到 在大卫不论逃难时 在最困难的时候 神都兴起帮助者 在他身边 为什么大卫有这样的福气呢 因为神与他同在 这些敬畏神的人 就会站在他这一边 求神帮助我们 不要忙着讨人的喜欢 让我们积极讨神喜欢 以至于神与我们同在 平安 恩典福气 与我们同行 我们来祷告 求神让我们起来 走神的路 看到神兴起奇妙的帮助者 成为我们的祝福 也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